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本名为《隐形冠军》 未来全球化先锋作者赫尔曼·希蒙 德国著名的管理思想家、世界级的管理大师 深入研究中小企业近30年 创造性的提出隐形冠军概念 被誉为隐形冠军之父 众所周知 在德国、西门子、拜尔、奔驰、宝马、奥迪这些知名企业 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企业 但你可能不知道 德国还有很多中小企业 他们都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企业 但是他们的名字却是少之又少 比如弗莱西公司生产的伸缩狗链 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份额 比如永本兹劳尔生产柠檬酸 希蒙称这些中小企业为隐形冠军 经过30年的研究 这些隐形冠军将成为德国在全球竞争中的秘密武器 据作者统计 与中国68家相比 德国的隐形冠军企业已超过1300家 同为制造业大国 中国中小型企业 如何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我们能从这些隐形冠军身上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为什么他们如此成功 却又如此神秘 隐形冠军为我们揭开了隐形冠军的神秘面纱 下面 我将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关于隐形冠军的三个标准 第二部分是隐形冠军的两大支柱战略 第三部分是关于隐形冠军的四个重要经验 首先来说说第一部分 西蒙认为隐形冠军有三个标准 第一在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 市场领导力是一项综合性要求 它不仅要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 还要具有技术质量 以及制定行业标准的能力 一般来说 世界前三的隐形冠军 都是世界排名前三的企业 第二 那些营业额在50亿欧元以下 营业额在50亿欧元以上的公司 已经不能算是中小型企业了 科学家分析家股东和记者们对这些大公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这些公司在全球都是享有盛誉的 与中小型企业相比有着不同的特点 因此他们并不属于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中最大的企业距离世界500强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第三 公众通常不知道 隐形冠军在普通消费者中的知名度不高 这与其在全球市场的领导地位不符 像全球购物车和机场首推车制造商望重公司 X光机制造商海曼德陆公司 以及使用银行借记卡或护照芯片的粘合机制造商 我们成天被他们的产品包围着 却从来没听说过他们 所以我们就把他们叫做隐形人 那么这些公司为什么如此成功 却又如此神秘 原因之一是 隐形冠军产品往往不属于日常消费品 许多企业从事机械制造 辅助材料生产 提供专业技术服务 或处于产品的前端加工环节 消费者最终接触到的产品和服务已不存在 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自己的沉默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吉姆克林斯 将企业领袖比作秀马与李马 秀马参加了评比 李马是努力拉力干活的马 许多隐形冠军的领导者都是李马 他们刻意保持低调 上面我们介绍了三种隐形冠军的评判标准 他们占据着市场的领导地位 销售额在50亿欧元以下 并且通常不为大众所知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 隐形冠军的两大支柱战略 一是专注深耕 二是全球营销 先说第一条 专注于深耕大公司往往追求多元化 隐形冠军则追求深度而非广度 这是典型的一条路走到黑 隐形冠军们通常精确地定义了自己的市场 他们只专注于一个产品 一个市场就拿洗碗机来说 有商用洗碗机 也有家用洗碗机 商用洗碗机市场又可细分为学校 医院 宾馆 餐馆等 最初面向商用洗碗机市场的温特霍尔特公司 发现自己只是个小喽啰 全球市场占有率不足5% 后来他们调整了策略 把重点放在了酒店和酒店市场上 在此领域成为客户首选 再比如弗莱西公司只生产一条狗 但它却有300个问题 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份额 他们说我们只做一件事 但是我们会尽力做到最好 只有专心制制才是世界一流的 无论谁想同时赢得100米和马拉松金牌 都必然会失败 一些隐形冠军甚至创造了一个市场 利基一词的意思是英文立法 意为峭壁上的裂缝 利基市场是指狭小集中的大型市场 在利基市场里 隐形冠军是没有对手的 举例来说 世界级棋手保罗肖克 莫勒就是专门饲养顶级赛马的人 他的公司在这个市场上独占凹头 一匹优秀的赛马在拍卖行起拍价是5万欧元 顶级赛马可以卖到几十万欧元 最好的身质能卖到100万欧元 专注带来了精益球精和高质量的产品 38%的隐形冠军都是实至名归的百年老店 比如1761年成立的灰百家 每年生产的铅笔和彩笔约为21只 铁血载相比斯麦使用的铅笔就是灰百家制造的 而范高则把它称为黑色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 他们在巴西建立了一个占地100平方公里的种植园 用来种植所需的木材 灰百家的做法 其实是隐形冠军们普遍采用的策略 追求深度加工 也就是在企业内不仅可能多的完成生产缓解 工业平均加工深度为30% 隐形冠军的加工深度达到50% 就拿安纳康来说 号称风能行业的梅德塞斯来说 它的加工深度在业内是独一无二的 达到了75% 在同行们乐于购买和组装的情况下 这家公司却坚持自己生产 不仅生产涡轮叶片等配件 还开发了专门用来运输产品的电动轮船 这使得爱纳康能够严格控制每一步 每一个细节 卓越的产品质量是隐形冠军多年的杀手锏 以上就是隐形冠军的第一支柱战略 专注于深耕 只有专注于业务 深耕细作 才能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但是全球化能够带来规模效益 即使是一个非常小的市场 其需求量也是惊人的 接下来 我们将介绍隐形冠军的第二大支柱战略 全球营销 过去十年间 德语区的隐形冠军创造了超过100万个工作岗位 其中三分之二是海外工作岗位 主要是亚洲 隐形冠军已经由本土企业转变为国际化企业 隐形冠军们早就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市场 不再只做出口贸易 而是在国外投资设例子公司 以满足各国的需求 福斯润滑油是全球最大的独立润滑油生产商 拥有52家主要工业国家的子公司 他的上司曼弗雷德福克斯说 如果我们公司不早起步坚持国际化的话 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功 对于大多数隐形冠军而言 中国市场是不可或缺的 不仅是极其重要的销售市场 而且是日益重要的生产基地 几乎所有德国隐形冠军都已经在中国安家落户 德国工商协会表示几乎没有中小型企业 能够承受失去中国业务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中国混凝土市场在过去十年里迅速膨胀 消耗了世界60%的混凝土 此前全球最大的混凝土工制造商普茨麦斯特 德国制造公司在2012年被中国三一收购 从而失去了市场领导地位 谁失去了世界上最大市场的领导地位 谁就失去了全球市场的领导地位 未来亚洲非洲南美洲等新兴国家的企业和价值链 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 在全球市场竞争中 隐形冠军的战略就是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取胜 而不打价格战 价格高 质量好 隐形冠军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价格高 市场占有率高 利润高 过去八年 全球500强企业平均税后利润为4.7% 而隐形冠军则达到8% 然而新兴国家的竞争者已经在产能产品质量等方面迎头赶上了 而维护价格优势则成了隐形冠军面临的最大挑战 另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已成为极度低价市场 增长迅速 远超高收入市场 并将在未来数年内成为巨大市场 例如 印度的塔塔汽车公司生产的Nano在全世界都很受关注 售价约为15000元 今天 1000万种不同型号的廉价汽车已经在全球销售 隐形冠军最大的劣势在于价格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隐形冠军必须更加重视成本控制 当然 全球营销对员工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 世界著名的啤酒花生产领导巴斯纽伦堡 要求管理者能说三种外语 并认为这是拓展国际市场的基础 全球营销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其核心是跨越国家的文化界限 成为企业家和员工 成为世界公民 以上就是第二大隐形冠军战略 全球营销 集中精力 深耕细作 市场狭小 全球化极大的拓展了企业的市场空间 垂直深耕和横向全球营销 是隐形冠军不可缺少的两大支柱战略 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三部分 隐形冠军的四个重要经验分别是 贴近客户 持续创新 有效管理和自力更生 首先来说说第一个经验 贴近客户 据统计 隐形冠军比大型企业更贴近客户 他们比大型企业更小 更灵活 更能与客户保持密切联系 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当消费者购买隐形冠军产品时 不仅得到了一个产品 还得到了一个深层次的解决方案 温特霍尔特加斯克诺除了提供洗碗机外 还提供水处理系统 自由品牌的洗洁精 在酒店饭店餐具清洁业务市场中 他们是客户首选 从单一供应商那里购买整个系统的顾客 不会轻易的更换供应商 因此提供深度解决方案 是巩固领先地位的有效方法 为了更好的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 有四分之三的隐形冠军采用了直销模式 将企业分成若干小部门甚至小公司 分别负责客户群 他们不再依赖代理商 而是选择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 以开拓当地市场 隐形冠军公司的高级经理们 也非常重视和客户直接联系 美国一家汽车制造商的油漆工厂 遇到了一些麻烦 工人使用的发辣含有金属颗粒 这些金属颗粒会见到汽车油漆上 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杜尔 德国汽车涂装设备制造商 董事长回复道 我知道这一点 因为我亲自去过那个工厂 他们使用的设备来自于我们的竞争对手 他们并不知道金属颗粒的问题 但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 相信下一次 我们一定能赢 这位身家几亿欧元的德国暴动总裁 不仅对美国汽车制造商的某家喷气场 有什么问题了如指掌 而且亲自出马解决了这个问题 虽然该公司目前使用的设备都是竞争对手 隐形冠军与客户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努力使自己成为客户不可替代的伙伴 就拿日本丰田汽车和德国通快汽车来说吧 丰田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而通快则是金属机械制造领域的隐形冠军 如果丰田突然停止供应 那么消费者就会选择其他品牌的汽车 如果通快突然停止供货 那么大部分金属加工企业都会面临倒闭的命运 可见 隐形冠军产品更加不可替代 这种不可替代性 甚至在经济危机中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客户只是推迟了购买时间 但是最终他们还是会购买 以上就是隐形冠军的第一个经验 贴近客户 下一步 让我们看看持续创新的第二个经验 许多隐形冠军都是从创新中诞生的 比如世界上最大的口红生产商 维克勒公司的老板彼得维克勒 曾经在一家机场企业工作过 有一次到亚方化妆品工厂参观 发现大部分口红都是由人工完成 他坚信可以安排得更好 于是发明了口红生产机器 再比如弗雷德鲍克达恩6狗遇到麻烦 想要一根灵活的狗绳 于是世界上最大的6狗链生产商 弗莱西 市场需求与技术突破相结合 将偶然创新转化为发展良机 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生存的关键 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 企业创新能力不能成功 就有可能被淘汰 举例来说 1960年代 德国的打字机制造商奥林匹亚公司 曾是世界市场的领头羊 CWE最初从事冲洗胶片业务 受到数码技术的冲击 于是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措施 例如推出相片书 相片日历等新业务 目前已是欧洲最大的印刷企业 创新也是隐形冠军保持领先地位的源泉 隐形冠军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比其他公司多一倍 平均每个员工拥有五倍于大型企业的专利数量 但是每项专利申请费用只有大企业的五分之一 如果把专利的数量和费用结合起来 在创新方面 隐形冠军要比大型企业高出25倍 其中作为创新内部驱动力的高层管理者 起着重要作用 比如莱因霍尔德 全球紧固间市场的领头羊 沃尔特的创始人 沃尔特曾到工地视察 听到工人们抱怨说 要从一大堆工具中找出合适的工具和螺栓 是多么困难 沃尔特想到了把原来的数字数字换成其他颜色 比如五号螺栓和配套工具都是红色的 工人们可以根据颜色轻易的找到他们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改进 但却解决了最大的问题 然而 如果企业领导人想要投入到创新过程中 他们必须对市场 业务和技术有很深的了解 创新不一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隐形冠军企业善于利用少量资金进行创新 并且认为员工质量比预算重要 隐形冠军的创新 往往建立在小型专业团队的基础上 有些甚至只有一名员工 但是 人的数量并不多 在这些小团队中 经常会有专门的专家 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产品的改进中 这些小团队不仅可以节省创新成本 也可以提高创新效率 隐形冠军企业非常重视保护核心技术 例如近年来 所有环法自行车赛冠军都使用卡本斯自行车轮 他们有一个工作室 窗户全漆成黑色 完全封闭 再入传感器制造企业 希克将其亚洲研发中心设于新加坡 因为其他国家对其技术知识缺乏保护 只有少数创新属于重大技术突破 而更多创新则是不断完善 单个创新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 但集合起来就能创造出最好的产品 隐形冠军们认为 他们的成功没有什么魔力公式 他们只是坚持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得更好 隐形冠军的第二个经验 持续创新就到此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第三个有效管理经验 隐形冠军的领导人平均在位20年 比大型企业管理人员多了四倍 一家企业要想成为全球市场的领导者 需要数十年的努力 隐形冠军就是老板威严管理和全体员工 共同管理的混搭风格 一旦涉及到原则问题 就会进入威权模式 也就是说 这些话题不需要讨论 直接执行老板的命令 当涉及到具体执行时 隐形冠军企业会给员工更多的自由发挥空间 不会有太多的条条框框 隐形冠军企业奉行经济管理原则 一方面机构精简 隐形冠军企业典型采用传统职能组织结构 董事会及几个普通职能部门 流程简单 执行迅速 机动灵活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客户数量的增加 隐形冠军企业一般都会转变成事业不治组织 围绕着目标客户群 尽可能的贴近客户 在进入新的业务领域后 他们通常会把新业务单独成立 把权力分散开来 以保持集中集中的优势 另一方面 精简业务流程 隐形冠军们对业务流程的形势并不特别关注 他们乐于采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管理全球业务 IBG集团是汉阶技术领域的龙头企业 2010年在世界范围内拥有70余家分公司 员工2000余人 该公司保存了500名关键员工的专业技能 做重要决策时 决策发起者输入关键字 软件程序会根据关键字 与员工技能数据进行匹配 并组建决策团队 每个分公司都配备了视频会议室 可以同时连接多个部门 所以无论身在何处 决策者都能贡献自己的经验和智慧 第三 精简管理人员 大约三分之二的隐形冠军企业 都是家族式企业 只有几个管理人员 每个人都要承担大量的工作 有一家隐形冠军企业 仅在欧洲拥有25家销售公司 却只有一位老板全权负责 同时他还兼有其他重要职位 员工大都是多面手 隐形冠军公司崇尚效率 不允许偷懒 奉行人比人多的原则 团队成员之间互相监督 想要在隐形冠军企业混下去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隐形冠军企业的员工忠诚度高 员工离职率低 离职率低 与招聘初期的精心挑选是分不开的 隐形冠军企业认为 选择合适的员工比培训和教育更重要 因此在挑选应聘者时要花费大量精力 户外设备供应商 漫游家只招收对户外运动感兴趣的员工 机床制造商哈莫的老板表示 如果一位新员工与我们相处不下去 他将不得不离开 合适稳定的员工 再加上全面深入的培训 才能保证足够的人才储备 以上就是隐形冠军的第三个经验 有效管理 然后是第四个经验 自力更生 首先 在融资方面 隐形冠军充分发挥了DIY精神 自筹资金是其主要融资渠道 自有资金一直保持着较高比例 即使遇到经济危机或者业务下滑 大部分资金都不需要外部资金 假知领域的隐形冠军奥托伯克说 银行的那些家伙成千缠着我们要贷款 其实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么多贷款 同时他们也对私人基金持怀疑态度 因为私人基金着眼于短期利益 与家族企业的长期利益有着本质的冲突 同时他们也对上市抱有很深的怀疑 过去15年 股市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 需要发布各种各样的报告 这与他们闷声发大财的性格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后 由于他们的沉默寡言 股票市场能否给出合理的估值还很难说 所以这些隐形冠军坚持要自力更生 其次 大多数隐形冠军都不愿意将业务外包出去 他们担心产品的独特性消失 担心产品质量无法保证 专业技术外流 所以宁愿将核心业务留在企业内部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 他们并没有通过第三方代理在全球市场营销 而是通过子公司直接与客户联系 在选址上 他们坚持自己自足 大部分隐形冠军都是在乡下偏僻的角落里称王称霸 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乡下 那些痴迷于技术的隐形冠军们 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 费勤忘食 大多数情况下 隐形冠军都是当地最大的雇主 东家和雇员出生在同一个地方 一家几代人在同一个公司工作也不足为奇 冠军企业有自力更生的传统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研究 自己生产 自己融资 自己经营 他们在许多方面持保守态度 重视传统精神 注重稳定性与独立性 因而较少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即便是经济危机 也没能阻止他们继续发展 一步步成为隐形冠军 至此 这本隐形冠军的精华已经被你解读完毕 隐形冠军为我们揭开了隐形冠军企业的神秘面纱 这些在市场上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小企业 虽然默默无闻 却成为德国制造的秘密武器 引领未来全球化 大多数的隐形冠军企业都强调他们的成功没有秘诀 他们总是坚持把许多微不足道的小事做得更好 好了 隐形冠军给您解读到这里 音频下面有听书笔记 明天见 音频道